我們來看看 剛剛韋翰講了一段 認為最近柯文哲一直打 賴清德似乎奏效 可是說怕他們兩個人纏鬥嗎 如果以美麗黨民調 電子報的數字來看的話 倒是不用這樣擔心 為什麼 因為當柯文哲一直打賴清德以後 現在是賴清德的民調掉了 往下掉 37.8 可是柯文哲的民調上來了 所以顯然是不是他吃到的是 賴清德這邊的支持者 回到了柯文哲這邊 那以至少來美麗黨電子報的數字是這樣 看起來是這樣的 那打柯文哲現在不然藍綠 都有一點想打又不太想打的 這種困境 例如像有個網紅去直擊 吳新怡副總統候選人 他們英國的豪宅 就批所謂的居住正義 就是像這樣豪宅公主住的地方 如何如何 柯文哲當然幫他講話 說這個是有錢人是他嫁的老公 並不是他的錯 而且附近很多企業家外交官 如何如何 那當然這位網紅就說 柯文哲以前曾經揚言 財團像刀叉一樣吃人肉 宣稱要支持公平正義 發金句裡面他要搶佔版面 他說支持者他到彰化區的時候說 支持者跟他反映的 希望能夠解決朝間帶 插滿了風力發電機 跟焚化爐帶來的污染問題 他承諾當選之後一定會全力來改善 王美花立刻發文 受訪的時候也講 他說朝間帶是生態的敏感區 目前在彰化這裡 一支風機都沒有 目前風機688支 陸遇多少支 總之 在朝間帶是沒有設置風機的 柯文哲趕快說 是我們學藝不經用 是不精確 但我發現現在各級政府 都很認真讀我的臉書 他倒過來講說 因為我的講話很受關注 不是本來就是這樣嗎 韋翰 其實我覺得 因為現在選舉到了 有時候大家都會放大鏡檢視 那真的講不對的 我們就更正或是跟大家說明就好了 那政治人物 現在這三組候選人都會被檢視 我們先講第一個 因為吳馨穎他當了負責總統參選人 他之前也是立委 所以他財產是要申報的 所以他的財產申報當中 先前大家知道他有一筆 臺幣大概有六億對不對 英國的房產 不要講豪宅 因為確實是他 英國比較貴 那那個房產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財產 各位觀眾朋友 跟富家也沒關係 他沒有抱他老公的 他老公不是現在還在補嗎 所以他的這個網紅去開箱 他英國有一個很有 就是很怎麼講 就是豪宅會好 或是說有一個很漂亮的房子 那是吳馨穎的房子 跟他現在結婚的先生完全無關 那所以克文哲這個就講錯了 所以他嫁給有錢人 不是他的錯 可是問題是我還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我們臺灣也不要仇富 有錢有時候常常會被拿出來檢視 可是有錢不代表他不能當政治人物 不能夠當公職對不對 那他確實是有錢 那就算他現在沒有嫁這個先生 他本來就是星光集團 公主嗎 不要講公主 星光集團的一員 你要說他怎麼樣 第二個就是說 朝鮮帶這個 因為如果經濟不出來講的話 一般大家講說 反正就是插在那邊的 但那一區不是朝鮮帶 那就說明就好了 所以有關於這些能源政策 或是相關的這些政見 其實就把它講清楚 那我們的公民社會的過程 不是在選舉前 大家把它講出來 原本你不了解的 包含捷運的延伸 包含了這些能源 包含了兩岸什麼的 還有國際之間 都讓三個候選人 好好把你的這個政見講清楚就好 那如果有講不對的 我們網友都喜歡看到寫流成河 一天到晚就要打臉或怎麼樣 其實就把事情的真相講好 那大家能夠理解就好了 那包含了吳欣穎他現在目前 他的財產他也好好申報 老公的還沒有 那他有那個英國的房子 他也有申報 他也沒有說沒申報 這個我覺得有錢不是問題 他如果讓大家覺得說 他可以這個成為大家 副總統投射 好希望他當副總統 他有那個票 如果能夠 因為現在看起來民調還在落後 他能夠當選 那他就好好當我們的副總統 劉軒又怎麼樣 甲級貧戶上來會貪污 所以錢不是問題 那當然柯文哲也立刻就承認錯誤 道歉就對了 但要守護阿伯這個支持者 現在很全力要相挺 除了捐款接力的活動 這個是由黃國昌扛的這個畫面 我是不知道大家網友看到這個照片 畫面有沒有會覺得怪 其實我乍看真的沒有覺得什麼不對 就是說他扛著阿伯守台灣 15天有接力賽 第一棒要出發了 立刻是黃國昌參加網友發起的活動 加以就是扛在身上 環島的意思 但是馬上這個畫面被摔的時候 被我被一講我還是覺得怪怪的 你不知道你覺得怎麼樣 就是好像網友說 這不是釋說心語的胯下之辱嗎 那怎麼會這樣子來求官等等的 然後這樣來摔黃國昌 那扛阿伯守台灣的行程巡迴 現在好幾個地方會有接力的行動 那會不會大家看到也怪怪 大家扛著會不會怪怪的呢 那當然柯P為了要搶這樣空戰的發語權 接下來也在KAP 所謂這個直播線上 不過被發現一個現象 本來呢剛剛是首播的時候 還有在線七八千人 到了昨天看看已經只剩下三千三百二十一人 如何維持熱度 這可能也是他必須要注意的戰法 那柯文哲有沒有所謂陷入危機呢 那各種分析報導都認為 從民調數字 然後還有不分區爭議名單上面 引起了甚至內部的不滿 現在連一些地方的基層 五黨籍的或者是本來藍軍的 其實都歸隊 這跟這件事情都非常有關係 所以是不是內部的組織也崩盤了呢 造成的內憂外患 而民眾黨的不分區目標 本來他喊出來是希望 加上不分區區域要實習 那至少他的不分區要有八 這個不分區的名單 可以分配到八席的這樣得票數才行 但現在他 是不是說明下修到六席了 柯文哲當然否認 那立法院已經有所謂的挖角風波在發生 這個不老是說 民眾黨內部又已經在清算說 你這些助理 國會助理 這陽明可能比較清楚 國會助理是又被申詢說 你到時候選完會不會還在 還是你想要跳槽什麼 我這個時候就在問是為什麼 那柯文哲說 現在黨產生要3600 那黃國商幫他募款 多了一些競選金 這個整個糧草快要見底了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關係 才要清查內部的助理 來算預算嗎 還是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 我們一環一環來講 第一個是柯文哲 他最近變成是民眾黨的主炮手 他是藍綠通殺 神黨殺神 佛黨殺佛 反正來一個我就殺一個 來一個 我來一隊我就殺一雙 就是不斷的爆料 或是說用這種比較攻擊性的 比如說對賴清德叫孫子兵法 從金孫到叉孫 這個不能講出來 因為有點難聽 可是都是很重的詞彙 那對國民黨叫乾坤 叫乾坤大挪移 這解答黨產的問題 那這一些 可是我覺得 柯文哲有一件很重要的 他的幕僚團隊要注意一件事情 包括像這個打封電這個議題 你裡面只要有瑕疵 就很容易被把 因為一個瑕疵 把你整段論述全部推翻 比如說他講到賴清德的違建的時候 他舉例說蘇嘉全的農舍也拆了 這就是錯誤訊息 沒有拆 蘇嘉全農舍在屏東 他們常治鄉活得好好的 只是常治鄉長期沒有把它活化 被監察院糾正 那時候兩年前還一度 傳出他們相公所想說 那我們乾脆還給蘇嘉全好了 後來紅紅珠還跳出來 蘇嘉全老婆說我們很歡迎 我以為他會說全然不要 他說歡迎 結果後來沒有 後來沒有還 但是就是說這個農舍 你說拆的 這是一個錯誤的訊息 那如果你今天因為要攻擊 賴清德的違建 反而講了一個錯誤的訊息 就很容易被反打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講到那個 國民黨的黨產1.8億的時候 他講到說是2015年 朱立倫為了怕黨產會來清算 2015年沒有黨產會 2015年那時候是國民黨執政 所以就是裡面講的這些東西 你時空有點挫折了 當然我知道你講的意思是說 因為可能那時候國民黨看不 你講的設計我怕你把它埋 沒事 沒事 他可能會擔心他看衰他的選情 因為早上我有講這一段 我是說柯文哲這些錯誤的資訊 會導致他的攻擊力道被減損 那所以我第一個要講的就是 柯文哲如果今天你要當一個爆料型的候選人 攻擊 對 攻擊型的候選人 你的資訊要精確 要準確 否則很容易有反殺到自己 這第一個 再來扛阿伯守臺灣這個活動 本身其實是 老實說我覺得 臺灣很少有政黨會有這種支持者 自發 連這個氣球都他們自己去 你知道嗎 募款自己做 支持者不放棄 阿伯就不能放棄 對 就是因為這句話 他們意思是說 我們的支持者要扛住他 讓他沒有辦法放棄這件事情 因為他說氣球 氣球不能放棄 因為氣球還在 就不會放棄 懂那個意思嗎 所以他還有那個意思的 我們不放棄 對 我們不會放棄 所以氣球要 不過昨天好像看一下 他們出發 後來沒多久好像就破洞了 真的嗎 還說找人要來補什麼的 好 但是這個活動其實很辛苦 因為昨天這兩天 因為我特別熱 對 剛好都高溫 北部都到快三十度左右的這個高溫 所以昨天有人還走到這個內褲都失掉 七公斤 對 所以這個其實不好 其實反而是一個苦猜試 那個不是那麼容易 全部都是用走的 土行 背好辛苦 你知道像我都覺得 天哪 柯文哲現在要走一個苦行 悲情的這種訴求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們選舉選得多辛苦 你去看他那個說 我們的黨褲只剩下三千多萬 拜託三千多萬連選一個立委 可能都有問題了 沒錯 更何況是選一個總統 所以最近當然你說 他這個加重火力或是什麼樣 怕的就是被邊緣化 可是他的內部的矛盾沒有解決 柯文哲他們民眾黨裡面 有很多矛盾 比如說之前部分區的爭議 我必須講部分區是他們內部 那時候還有包括有黨員退黨 有人出來放炮等等的 但是你說柯文哲他們沒有想過 這個部分區為什麼要這樣放嗎 當然也有想過 他們也有想過為什麼要這樣放 可是就是沒有辦法安撫住 那些反彈者的聲浪 那能怎麼辦 那些人自然而然就會把這些事情 變成去攻擊 所以像那個黨團的事情是怎麼回事 是因為他們現在去問這些區域立委的辦公室 說明年你們有沒有興趣到黨團來工作 意思就是說你們委員不會連任 有點在唱衰你們的區域立委不會連任 那你們有沒有興趣來黨團工作 這感覺是好意啦 做計劃安排 對可是有點早 也許你可以 你知道你可以明年一月投票後再來做 因為他的任期是到一月三十一號 反而有點打擊士氣 對當然我是覺得這個這個時間 這個就是有點白目 有點太超前部署了 那可以晚一點再做不用被做文章 所以我說現在民眾黨的問題是在於說 他們的內部要夠團結 要夠凝聚 其實你看剛剛我們提到所有的民調 現在反而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支持柯文哲的比率 是三個政黨支持各自政黨候選人裡面的 最低的 這個對柯文哲是絕對的警訊 是 再看看高雄 我們剛剛講到各選區的立委 其實都可能有變化 高雄也一樣 是不是有可能國民黨可以拿回 兩席到三席 有這樣的變化嗎 八席的民進黨全拿 已經榮光不在了嗎 賴蕭沛昨天就特別到高雄去浮選 強調他們前瞻預算多厲害多厲害 但是你看一個講話案過去 這個說是旋風級的 用帥哥牌打年輕票 年輕選票週間選票 是不是比穿的少還有用呢 還有說抓傷把他手抓到都刮破了 還有女生選民大喊我好愛你 其實我見識過在高雄的選民女性 真的很熱情 帥哥牌比穿的很少 好像有用 展望安現在有一點點那種馬英九現象 台北市長然後全台服務局 他這次沒有要選 跟馬英九的2002年的時候有點像 對不對 那時候我跟簡秋在跑 他到處去的時候 女性選民喜歡這個帥氣的政治人物 但是高雄他選情是不是能夠靠著展望安 就能夠翻轉 我想高雄簡秋比我熟 我知道裡面那一區應該是最有機會的 左南那一區 可是其他有沒有辦法到第二席第三席 那就要看整個大環境 因為這次民眾黨在高雄 並沒有說遍地開花以後 把民進黨的票也都拉下來 所以還是基本上藍綠對決的狀況 所以在藍綠對決狀況的話 高雄的國民黨你沒有過半 其實你到了四十五趴 那已經很高了 但是沒有過半就不會贏 所以我不知道說是不是 是可以國民黨在高雄可以搶到三席 包含台南也是一樣 現在就要看 對對對 但是問題是 這也是因為國民黨 他在提名部分區的時候 把柯智恩跟謝榮健 還有蘇清權跟王宇敏 全部放進來 所以南台灣人 中南台灣 國民黨是第一 因為從來沒有這樣過 重視 從來沒有過 就never就對了 就是說這幾個是四個 這四個人是去年的四大選將 四個都落選 尤其是這個謝榮健 只差了這個不到五萬票 那你把它放進來以後 會不會造成一些旋風 然後現在部分區第一名 又是韓國瑜 他也會去這些 就是雲家南高屏 他去浮選 所以我覺得選情上面 是不是能夠突破 我們就看明年的結果 但是你要說到 可以分庭槓裡說 已經接近了八席裡面有三席的話 那可能還要再努力 我覺得 至少已經是最有機會的一刻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所有您關心的答誌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